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那这一节我们学习按钮组 那按钮组呢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也用过一些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按钮组 好打开HBuilder 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CH11 然后把10的东西复制一下 都复制一下 Ctrl C 好在Demo01里边我就剩一个container 那按钮组呢很简单 只需要我们外面加一个容器 叫class btngroup 里边我们可以写多个按钮 button和a标签都可以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 按钮组 改成一样的算了 好 Ctrl C Ctrl V Ctrl V 好三个按钮 好运行看一下这个按钮组的效果 那按钮组呢 前面加个东西吧 按钮组呢 按钮组呢 我们把右上和右下搞成什么呢 然后把按钮直接的这个marge 设成0 这是按钮组的这个效果 那前面呢 我们已经用过这个按钮组 那按钮组呢 我们也可以 标签的话 我们平时主要用的就是 button标签和我们的a标签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把它换成a a a 那type呢 我就删掉了 ctrl V 这呢 给成a标签 就是a标签和我们的这个button标签都可以 效果是一致的 好运行看一下 这两个是一样的这个效果 好 这是我们的按钮组基本的用法 只需要我们有额外层一个容器 容器设它的样式为btn group 那这里边的一组按钮 那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它就自动做成什么呢 跃脚 那么再看按钮工具栏 看按钮工具栏怎么来使用啊 按钮工具栏呢 首先是给一个div class class 那么叫btn telbar吧 然后这里边我们给按钮的分组 比如说给 Ctrl C 一组 两组 三组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按钮工具栏 按钮工具栏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div telbar啊 放到一个div 放到一个容器里边 然后设定一个btn toolbar 就是按钮的一个工具栏 然后这里边我们可以给多个按钮组 那多个按钮组之间呢 注意看多个按钮组之间 一个按钮组一个按钮组之间 这有一个什么呢 间距 有个间距 然后分开间距 这是工具栏 工具栏啊 按钮组工具栏啊 它这个用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设置 按钮尺寸 按钮尺寸的设置 好 我复制一个 这个按钮组 尺寸呢 我们在这个按钮上 我们可以这样指定 这指定一个btn 比如说btn large 这样它就大了 用行看一下效果 对 我们可以对每个按钮 我们学过按钮 对每个按钮 设置它的尺寸大小 我们也可以这样设置 在整个这个btn的这个容器上 我们加一个btn group group 这儿设有什么呢 large 它有large sm 和xs 大家自己在帮助里边看啊 好注意看 那这一组都变大了 有没有发现 我在里边设的这个按钮大 那我在这设个按钮小 注意看能起作用 btn btn sm 小按钮 它是小按钮 但是我在外层容器里边设的 btn group是大 那这里边设的是不起作用的 那就是这个样式 在这个样式之后设置的 这个东西会把这里边覆盖掉 好用心看一下效果 那这一组按钮还是大的 没有变小 那设置按钮组的这个样式呢 这个地方有lgsmxs 这么几个字可以设 好这样是小的按钮组 好那么再看签套分组 什么叫签套分组呢 意思是按钮组里边我们也可以在签套一个什么呢 按钮组或者切套一个下落菜单 都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 这样吧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按钮组 这个呢我不用最小了默认就行 把这里边的这两个样式去掉 运行看一下效果 那比如说我刷新一下 啊不对这边没有保存 好刷新 那我想在这出现一个下落签单 或者再出现该牛组 那我们在这可以加一个 div class btn group 它呢又是一个 drop down 下落框 div button 叫info 给点蓝色 info蓝 bting里边呢 比如说我们这写一个下落 下落里边再加一个spy spy里边给一个样式 好运行先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这边是个下落 我点它要出现一个下落 菜单 下落菜单我们前面也学过 这个类学的器呢给一个 drop down 下落 加上一个招 drop down 好 接下来我们在这给一个下落框 12 class drop down menu 其他组件 什么 这项目呢 当然有多个 Ctrl C Ctrl C Ctrl C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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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套了什么呢 一个下拉框 当然也可以再签套一个按钮组 都是可以的 这是按钮组的签套 那么再看垂直分组 垂直分组相对就比较简单 只需要一个属性就OK 一个样式就OK 替换一个样式 我们随便找找第一个吧 Ctrl C 我们只需要把Btn Group 换成Group的Vertical 垂直的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按钮组就变成什么呢 垂直的了 那这里边能不能再签套按钮组呢 大家想想 Ctrl C 再签套按钮组 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还是垂直的 这个没啥意义 这是垂直的这个按钮组的选项 然后自适应分组 自适应分组呢 我们是这样来做 就是假如说我这一个容器 我这给一个DIV 给个山格吧 class raw 这个稍微比较简单 我就给大家讲的比较快一点 然后这地方给个DIV class curl sm sm 这样按六个根吧 那这呢我做了一个山格 然后我在这里边给个什么呢 按钮组 首先呢它是一个普通的按钮组 所以把这个垂直取掉 好用心一下 等一下这个 其实等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给个btngroup 刚才不给btngroup 它会有一个间续啊 它会有个间续 刚才这有个间续 现在就没有了 好接下来我们在这给个btngroup justified justified 意思是让 这几个按钮 占满全屏 但这个浏览器介绍有点问题 那我们只能这样来做 把它每一个都放到一个按钮组里边去 plusbtngroup ctrl x contrl v 三个按钮 contrl c contrl v contrl v 主要这是按钮组 按钮组里边有三个按钮组 好我们再用行一下 主要 我让这个占了三格注意看 占了我们sm的三格的三格 六格啊 这怎么做呢 就是首先呢我们有个btngroup justified 加了这个 加了这个样式 意思是这个容器里边的按钮 会填满容器 那这几个按钮呢 是等分填满容器的 那我们最好对每个按钮都放一个组 这样浏览器 接融比较好 如果你直接给按钮的话 有些浏览器能接融上 有些接融不上 所以最好把它放到 每一个按钮放到一个按钮组里边来 这样的话这三格按钮就等分 占满了我们的这个容器 这叫自适应的这个按钮 按钮组 按钮组呢 我讲的稍微比较快 然后大家找这个文档 找这个文档 找组件 组件里边当然用我们的按钮组 然后把从头到尾 用到的样式 大家什么呢 都操作一下 好按钮组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期节目讲下拉时彩蛋啊 感谢观看